大家好 现在呢 是到了我的采访环节 他在录自己的Vlog 这段时间来 你们对我的表现满意吗 满意就点点头 非常的满意 看来是非常满意 觉得我是称职的室友吗 对你在除了公共区域的 其他的方面不是很了解 但是在我们平常 接触过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你非常的棒 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特别 能给好气氛的一个 永远有好氛围的一个室友 我觉得有你在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然后都会让我们自己心情都很好 但可惜你今天就要了 我会想你们的 怎么的 我们只在节目里面见什么 不是 节目朋友 他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懂了 他就是这样 他交朋友就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在录节目啊 没有 或者比赛啊 就是各种那种 下一个问题 觉得我的家务水没有更好吗 实话实话实说有 与第一天相比是不是 第一天真的很喜欢干活 很爱抢着干活 到后面就不想干了 但是 能力提升了 但是自身素质下降了 努力营业做家务的我 和躺着不动弹却真实的我 哪个更喜欢 哪个更喜欢 三二一 躺着 真的吗 我们很有默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 我觉得那样会让你比较开心 我觉得那样会让你比较开心 你别笑 我问你 我跟东哥之间你选哪一个 说实话吧 我喜欢一个人 就把他都得罪了 说实话我选东哥 因为你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是 是这样 所以说那我不想一个人了 至少我能在旁边有一个 把呼的声音 至少我睡觉还能听个 至少睡觉还有一个歌声陪伴我 对 然后伴随你的右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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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